好 那現在呢 就到最後一步了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奶茶 加上一點動畫的感覺 那動畫的話就是 我們挑幾個重點 去讓它做出有點動畫的感覺 那我們先選這個奶茶 然後 動畫的話就是 動畫的話呢通常會有兩個關鍵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是它的狀態 按夾 Base的狀態就是它一般 什麼都入動的時候 它的一個基本狀態 然後這個是我們想要它變化的狀態 這是從基本的到變化的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它 它會320度旋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變了 到它變了這個狀態以後 然後去選這個 旋轉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還要再加上它是什麼 情況下才會有這個 動作的話我們就按加 就是我們希望畫面一進去 它就會開始動作 然後呢我們會希望它是重複的 就是不要停 就按yes 然後這個也是重複 那這時候我們要預覽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就按上方這個play 我們看它現在是 就開始在旋轉 它因為剛剛這個旋轉是 非常快的 讓它才慢一點 這個是它的時間 假設我希望它慢慢的就好 它現在有在慢慢移動 這樣看起來就 比較自然一點 好那剛剛這個 那這個奶茶呢 我們的這個動態 調整完我們的數值以後 我們就把它切回到原本的狀態 然後現在我們換調整冰塊 就是新增它的動態 新增它的動作 然後我們現在要 加入它在動態的時候 是旋轉的 假設現在我要 它的x軸是360度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是沒有動的 因為我們還沒有加那個 讓它重複 所以這邊cycle 就是它的循環 要yes 然後repeat 也要yes play 你看到它現在轉得很快 然後是一個方向再轉 所以我也可以再加 讓它衝向 現在就是放慢速度 像現在這樣它就會很自然的 去配合水波 然後 那剛剛那個奶茶我想要讓它 稍微再快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 大一點 那因為它旋轉的時候 它的冰塊位置會稍微有一點 所以 我想讓它就是再抹一下牙 記得就是在調整本位的時候 切換到它本來的位置 然後再去抹一下 這樣子 就不會那麼 跑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幫另外兩個定完 也是一樣 加上它的 動作跟 時機 好 假設說我們現在想要讓 珍珠 也有一點 漂浮的感覺 我們可以就是 有幾顆 讓它加上它的動作 它的位置 可以讓它下一間 重複 可以讓它下一間 像我們的整杯奶茶 就大概做完了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它再加入一些裝飾品 我們就用這個圓形的 然後在這個杯子的這個 變相 看下去 然後去調整它的大小 我們也可以就是 事先做好的圖片 然後把它放到這裡 變化的方式就是這個 材料這邊的顏色把它換成一米組 然後疊下去以後 然後続到牛線 撈多一點 走到牛線 然後轉了 然後讓它盡量靠近 一滑 把一滑 然後我想要放中文在旁邊吃麵 那我就可以放一個就是這個麵 然後再放一個就是這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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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讓它角度的有差一點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目前還沒有陰影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幫它加一個麵 其實我們回到上述角的地方 然後去幫它加一個地方 然後回到就是這個麵 這邊跟杯子底部切齊 給一點點後部 然後顏色呢 然後這個燈光去給它自動顏色 然後再加一點點 像我們這一杯珍珠奶茶 來 去完成啊 如果我想要它就是 視角稍微 高一點 那我們就稍微調整一下它的角度 最後成品呢 我們可以輸出成圖片檔或是影片檔 那圖片檔有JPG或是PMG檔案 那是靜態圖片 那影片檔的話 可以輸出成MP4或是HTML5的這個影片檔案 那按下錄影鍵它就會把紅色區塊的範圍錄影起來了 這樣我們這一杯珍珠奶茶就完成了 吧 就這樣記得,可以 frame按下一個小時 MAN 或者很 us脈絡 那個我也要注意 有請按下一個小時 那些燈光 就能幫你